这饭鬼就成了别人的了 不是 三 说过来能够解决吗 不争气的玩意儿 让小冬子给算计了 还引狼入室 最可气的 还把缝给打了 我已经把他给轰呼加门了 让他自生自灭去 把你轰得对 这三再混也不能打你啊 还有啊 这咱们家的事只要他一掺和 准备好事 老大 没你这样的 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 再怎么说算是你弟弟 你该帮他 教育他 妈 我教育他 您这三儿子一急连我都衰 就得像我爸似的 给他赶出去 让他好好想想 今后别干这些不着调的事 估计 咱庄家菜那房子 房本上的户主是谁啊 应该是老宅啊 那房子是他的 那房主不是他是谁啊 您别应该呀 这事可不能含糊 您得弄清楚喽 靳 理什么意思 您听我说哈 于胖子和房主 签的这份都令合同 上面签字的 宅小毛 也就是说 那房子的户主 如果是老宅 它不是小宅 那如果宅小毛签字 从法律意义上来讲 这份合同它是无效的 你赶紧给顺儿打电话 就说中午 我要约翟老爷子吃饭 盛爷 对不起二位了 不是 妈 这违约金 我可都给你备好了 你现在给我来一句 说这事黄了 你玩我呢 不是 东爷 这户 户口本上那户主 是我们家老爷子 他要不点头 我也没办法呀 弄嘴 不是 你们家老爷子他傻呀 他有钱他不赚 是怎么着 人家装老爷子跟缝儿上 做事光明 人说了 答应说把这个合同重新签 租金呢 就按照现在时尚 这份地形饭馆的价格给卖 给涨了不少 而且我也打听了 你说这饭馆改民宿吧 这手续一大堆 也没那么容易办下来 再加上我们家老爷子 就认准了 一定要把房子 租给庄大爷 你这 这不这也就只能这样了吗 你说这事闹的 冬爷 双爷 这事我还真得谢谢你们 要不是你们这事闹的 我这合同也没法重新签 租金也涨不了 这 这样 咱就什么都不说了 这就扭算我的 我就给这二伟哥赔个不是 不 再有什么口服 这 这没办法 这 干了啊 这 二伟哥赔个吃 吃菜吧 二伟哥赔个吃 吃菜吧 这是天意 我姓丁的跟庄家才无缘 就这样吧 对不起 老板 是我没有把这件事给办好 从这件事上 你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不是所有人都认钱 我老冬呢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张大远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该逼你 更不该不择手段地 逼您跟我们合作 你们哪 在我眼里 都是孩子 我这当老尖的 怎么能跟你们计较呢 芳 把钱退给你 冬丁 都在查里 你查一下 妹子 记得我 老叶子 我来的 你 是 我来的 我来的 发生 我来的 我来的 来的 我来的 你 我来的 刘柯 怎么着 三爷 又怕我了 三爷 哥哥几个给你推一下吧 上回就是我们几个 给你推出万里地去 给你推着了 三哥 不如你包我这三文吧 保证随叫随到啊 你小哥我贫啊 再贫我抽你啊 好 刘柯 撞他老板 就这呢 干脆 明儿啊 你改行 搞这个汽车微秀的了 找你好几天了 电话也不接 你今儿冒出来了 找我啊 什么事啊 尽管吩咐 我都听说了 你啊 为了接我们家饭馆 机关算尽 老爷子一出马 你捞个鸡飞蛋挡 怎么着 气不顺 把这儿撒爬子来了 不知道了吧 老黄林了 实话告诉你 刚跟你们家老爷子 倒完签 当面把合同给撕了 北京人不干的没面的事 这事啊 咱就算翻篇了啊 你翻篇翻得到痛快 把我搁里了 那冤谁啊 冤你自个儿 金子 不怪我说你啊 你说你这么多年了 干嘛忙不灵 这么拿碎 你说你守着你们家这些饭馆 我说我拿着钱嘛 想跟你合作 你们家老爷子还不同意 你说你在你们家都做不了主 我看呀 你也就够得上 给你媳妇拎包的份 搁我 走扎这十啥海里头了 我得我媳妇拎包 我乐意 我乐意 管得着吗你 你